嘿 哈喽 大家好我是胖妹 家里的毛豆再不吃就要老了 就要变成黄豆了 这么多也差不多了 回家 把毛豆喝一杯 毛豆刚上市的时候好贵的 五六块钱一斤了 现在呢 都不用买了 今天用这个毛豆做一个下饭饭 大家看 剥毛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点 稍不注意就有一个落晃之一 哎呀 终于包好了 那么一点毛豆过了满满一块 把这个水淋淋的小毛豆先清洗一下 看着都蛮有食欲的 然后我们再切点青红姜 这样就可以了 这道菜要想好吃一定要放虾皮 这样吃起来才鲜 热锅冷腰炒香毛豆 由于毛豆不容易入味 此时又要加一勺盐了 加水焖个五分钟 可以了 然后下入青红姜 一起爆香 放入虾皮 来个三四勺黄豆酱 老抽和生抽 来点香醋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那我就开动了 尝一下 酱香十足 回味无穷 啊 过了 过了 现在天气非常的热 大家一般都没有什么食欲 其实我也有一点 这道菜开胃又下饭 这个米饭吸收了汤汁 特别的好吃 这道菜还非常的鲜 因为我们里面加了海鲜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几个虾皮 用勺子挖起来 真的好过瘾 拌一大 但是吧 我不建议大家经常吃这道菜 因为太费米饭了 我看不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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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这么一点 我已经想到怎么处理它的 明天早上 面条拌 肯定非常美味 今天泡沫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